哈喽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由果丽夏日狂欢乐不停的美之园果丽城 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娱乐早八点 我是帮聪 这个最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 李峰和吴亦凡在头条的位置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点不习惯呢 不要紧张 不是这个小Gina又爆什么猛料啊 李峰这边也没有怎么样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盘点 那就是在经历了各种门过后 我们的这些当红小生们现状如何 其实之前大家都觉得 哎呀对他们来说肯定是特别重的一击啊 因为之前的各种完美人设 好像都崩塌了的感觉 但是没想到现实却是这样的 来看一看今天的搞个大新闻 恰恰一算 距离李峰的连环门 吴亦凡的约炮门都过就快半个月了 又简直想说 嗨 boy你们还好吗 按照成立来说 一个当红男明星被爆私生活混乱 还证据一大堆 结局要么黄海波 要么陈冠希 但是风风和凡凡 偏偏就独得恩宠 代言于捞金其飞 新片功力挺一色 李峰在各种门连续被黑之后 不但没有灰头土脸 反而为代言产品站台 还顺序接下大电影心理罪 跟影帝撂凡过招 如果说李峰当初是被黑 不该遭罪 那证据百出的吴亦凡 人气代言不跌反掌 还真气死劣迹斑斑的前辈了 在演员这条路上 吴亦凡先是得到了合作过的业内大咖 成龙逢小刚管虎的力挺 还成为成龙影视传媒学院 表演系的客座老师 再有《屋里凡凡即将上榜》的几部新片 不但没有在宣传阶段将它血藏 至青春2 下游乔木还三天两头一发无聊 晒颜值炒咖破很发糖 连闯事都毫不避讳成为宣传血涛 总觉得凡凡胸前的红领巾 更加鲜艳了呢 再说代言 你以为约炮们事件爆发后 凡凡代言产品的金主们就会嫌弃他 那你就大错特错 宝格丽 戴尔 雷鹏先后通过官微发声力挺 转发评论过外 并为他拍摄各种广告大片 生怕你能不知道我们家的产品是吴亦凡代言的 宝格丽甚至在事发后风雨不改 宣传吴亦凡成为中国区万表代言人 而某国产手机也是趁热打铁 在6月27号宣布凡凡成为代言人 连大boss都出面在微博加持我凡 一众厂家手炮合约等反反翻牌的劲头 真是气死那些娱乐圈的乖宝宝们 新片代言骑不走 人气也是蹭蹭蹿天 光是微博粉丝数从约炮们爆发支出的 1837万到现在的1858万 不但没有掉粉 反而疯狂圈粉21万 粉丝们更是在微博上发起 称你到底无以凡的话题 点击量5.1亿 而事发后 各种爱你烦饭顺气烦饭 偶遇偏唱烦横草热搜 大家纷纷喊话 不要着急路还长着呢 笑着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来这碗鸡汤我见干没净 回看疯疯和烦饭 电影快上映了 代言出了 广告也出了 人生还是照样美好 身边的人还是一直在这里 看来激动的只有路人 和搞了几个大新闻的媒体 演好能吸粉才是永恒的生意呀 接下来是娱乐前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三个女人一台戏 最近某作妖真人秀节目 把思聪的三位绯闻女友 全部请来约跑 这可是一堵各位小组 真容的好机会 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思聪口轻口重 面对这三张脸 果然不出所料 相似的双眼皮 同样的剥尿酸下巴 但是不能因为 他们来自同一条生产线 就以为他们是一个人 同相不同命好吗 节目组提问三位小组 你遇到的最大手笔的追求方式是什么 陈文杰先回答 他人挺好的 何雨萌呵呵一笑 云淡风轻的说 他包了一个岛 刚下船就看到放烟花 好浪漫 听到这里一次 从英国留学时的 公认女票张倩笑尿 人家买过一个岛给我 天哪 必收礼 老公你真是交友不慎呢 我只要一个孩子 英雄本色是什么 30年前叫录像大 今天叫顶级IT 英雄本色4 预计17年上映的消息横空出世 虽然导演丁盛表示 电影将延续原版故事内核 演员会考虑包括吴亦凡在内的小鲜肉 虽然炮火连天相当符合凡凡的人设 但是粉丝贵求 千万不要把兄弟情变成小鲜肉 麦腐发糖就行 有网友建议行走的表情 包黄紫套出演阿杰 乌子 那你们是嫌经典毁得不够彻底吗 难道金巴黎又吴亦凡脱离组织 阿杰出来生讨的桥段吗 最近关于欧阳娜娜被批演技差的 负面新闻满天飞 可昨日下午 有网友却爆料一次陈学栋的微博小号 力挺欧阳娜娜 并暗指某女星试图踩她上位 故意买水绝飞 优姐好奇的瞟了一眼这个小号学宝强 中午一点发的微博 下午却被扇得干干净净 就连这位暗指女星是谁 也只能在网友的评论中发掘 枪行遭遇碰瓷的关小彤 内心的OS好像在说 喵了个咪的 大家都是同龄人 都没有演技有黑的必要吗 优姐想说人家娜娜还只是个孩子好吗 虽然她演技修炼不够 总比她姐姐考试造假的强吧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到了兵役的年纪 最近Big Bang在纪念自己出道十周年的电影 Big Bang妹的首映世上正式宣布 全员将继续与YG公司许约 并且从明年开始要顺次入伍 由Top打头 那你终于还是承认了 YG娱乐月初不是还出来否认成员结霸入伍的事情吗 翻脸比翻书还快 优姐掐着一算 按照韩国男星伏兵役最短两年时间来计算 大爆炸 下一次全员聚齐 至少也得七年 七年 突然觉得心好痒 粉丝们 让幽姐听到你们的不好声 横看成岭 侧成风 颜值身材 各不同 本月初香港小姐竞选拉开序幕后 继续维持了往年的套路 身材苗条 笑容甜美 体态端庄 占大多数 但也有绑匪妖元 长相惊悚的乱入 6月27日 刚姐前30强名单横空出世 看着官方照 幽姐本来放心了 但是昨天30强家里上街出通告 看看这满面的油光 灿白的小脸儿 在美光灯面前 这位妹子雄壮的四肢 实在也遮不住了 你们确定没有得罪摄影师吗 再来看看这几位 为什么有种早晚高峰上班族的即时感 港姐30强 如果就这个标准 那明年幽姐就去报名了 自薛志谦离婚景深出户后 一心投身事业的她 终于混成了 哪儿哪儿都有薛志谦 昨天一则薛志谦 已和前妻复合的消息 让幽姐虎去一阵 据某知名自媒体爆料 某男艺人 与前妻复合 在今年4月 该男艺人还与前妻一同扫墓 这简直是与早前薛志谦 和前妻再次同框的消息不谋而合 如果消息为真 这不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吗 千千啊 千千幽姐果然没走眼 你也有今天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一转眼 比昂乐队主唱黄家居 已经阔别了我们23年 都说上天可以用一场意外 去消灭一个人 但却无法打败和磨灭她的精神 时至今日 比昂的海阔天空 光辉岁月 仍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今天为了祭奠黄家居 各地粉丝在为她扫墓 举办演唱会之余 与时俱进的粉丝们 居然为黄家居 制作了一个APP纪念馆 照此发展下去 大热的VR技术 是不是也可以运用 让家居出现在眼前了 我们是花季出道的活力姐妹 我们是天使面孔的魔鬼女超人 我们是奴隶赶拼的元气少女 哈啰 大家好我们是Bi2 我是姐姐Miko 我是妹妹Gillian I guess you just don't realize it 我还是初中的时候 听过他们的歌 现在都认不出来了 看来我们老了 真的 岁月的痕迹 皱纹都出来了 一向没什么作品 冲邀而是 浩飞人刷存在感的Bi2 这个还蛮恶毒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再怎么样还是出过七场战绩 对 我还就快讲快点快讲我 快点我想听 妹妹我觉得 快点你常常讲我的快点 我常讲你什么 姿势这方面 就是她特别有创意 有很多的想法 古灵精怪的想法 可是我还挺敬佩的 嗯 那姐姐我挺敬佩 就是她能干得像个男人 我会带妈妈 我不会带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我瘦妈妈 所以长得一样 所以也差不多了 你跟我一做吧 那我就带哥哥吧 一家人家方岛见 没谁别刷评 有话好好说 最近暑期这个电影 绝对是大家去消遣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而且暑期当然也是所有影片 必争之地竞争相当之激烈 最近就有很多大片上映 我基本把最近上映的都看了 真的是无理吐槽 特别是独立日 尤其独立日 大家可能对她期待特别高 因为第一部独立日 实在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但是在第二部独立日当中 觉得外星人绝对是毁在了智商上 不是难看啊 是太难看了 大家对于最近的影片有什么要吐槽的 也可以在留言区后面一起来分享一下 或者你觉得哪部影片值得一看呢 你觉得哪个点特别好呢 都可以在留言区向大家来建议 好进行我们今天的点歌啦 SDIEVEN容 说葱哥 陶嫂看这里最近薛志谦好火啊 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放他的歌 来来来 我给大家推荐一首 Justine的Love Yourself 换换口味 确实前天最近真的很火 这个一直很努力 而且又有才华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自己本身特别幽默的这一面 展现在大家面前 各位就觉得 哎 积淀了这么久 终于爆发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啊 来继续继续点歌 倔强的小毛客说 最近跟女朋友闹别扭 每天工作回家都很累 不想讲话 可她却不理解我 不断的吵架吵架 啊 偏微想点手 我讨厌你 你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不是吵架了啊 希望这个留言 女朋友不会看到 哈哈哈哈 懒到不想吃饭 说很喜欢周杰伦 最近她出新歌 每天都超喜欢听 想点一首 她的一口气全面对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之前大家好像都没有说 在CD时代过了以后啊 觉得听歌在网上去下就好了嘛 已经没有为音乐去付费 去买单的习惯了 但是现在你看周杰伦的这张最新的 专辑 那在网络上这个数字音乐 你是需要去付费 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听到的 我也是第一时间去支持了杰伦 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 为音乐买单 真的是让很多的音乐人看到很开心啊 另外周杰伦的演唱会 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和聪哥一样 已经做好准备一定会去看了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一起来报报名 来最后我们说一说 今天在片尾处要为大家送上的 呦这个歌真的听了很多遍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是王松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明天全愿意乐 早发点见 布ано一acher 三令许可陁 卖你 促作人 促作人 昨美海 伍露 Sm云 启 大妈 特地 速决 努力 山 船 白蛟 aaa 是 0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